一部延续攻略 不知道带火了多少演员 有很多的演员因为这部剧 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 就像皇帝灭了 很多人通过这部剧 灭远所扮演的角色 了解到乾隆 不仅仅是一位果断的英明皇帝 还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丈夫 很多网友在观看完这部剧后 纷纷喊话 你一定要好好保养哦 而灭远的妻子秦子月也回复说 安排了 而在这部剧中 还有一位大伙的演员 并不是扮演魏明洛的无几年 而是贤妃蛇诗曼 在剧中 很多网友发现了贤妃娘娘的第二职业 就是喜欢拉人照镜子 给人理发 在张嘉妮的微博中 也放出了蛇诗曼帮她梳头发的照片 张嘉妮调侃说 今天的发型师是贤妃娘娘 而蛇诗曼也回答说 这是终身职业 他们两人的一唱一打 真是笑哭了很多网友 有很多网友说 娘娘 办卡多少钱 这部剧的成功 在于剧情和演技 很多人说演戏攻略 这部剧和其他的攻斗剧不一样 看到了很多其他攻斗剧没有的东西 可能正是演员的演技和幕后工作人员的努力 才使得这部剧的大火把 剧中很多演员的演技都在线 张嘉妮和王茂磊的反派角色 还被很多网友骂得很厉害 有网友直接在张嘉妮的微博下面诅咒 说一些不好的话语 张嘉妮也是直接怒对了回去 原春梦的扮演者王茂磊 更是被骂得直接关掉了微博评论 有点搞不懂 演员只是演戏而已 只是一个角色 为什么会有人上升到演员 从而攻击呢 演戏攻略是一部在结构上 很有质量的剧 在这几年来 因为甄嬛传的大火 各大影视憋足了力气 生产出了一部一部的历史宫斗剧 宫斗剧的泛滥的结果 就是导致质量不高 这让观众很闹心 本来只想安安静静的看个电视剧 奈何出来的都是粗质的特效和辣眼睛的演技 演戏攻略已经结局 很多演员因为这部剧又出现在观众面前 也有很多演员找到了第二职业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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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